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珊珊老师 行情给有准备的人 标股给有卡位的人 今天这个大盘开高又走低了 那么开高又走低代表一件事情 也就是每次拉高的过程当中 都有人要落跑 那么今天各位发现 这个开盘价刚好是我上个礼拜五 给大家的关键价 那么关键价穿越过去之后 没有手就反手再杀 当然在反手再杀的过程当中 不免就往下沉沦 那么今天这个走势到底会如何 请看 今天这个大盘这根K线 就是一根大阴线 那么大阴线今天它是 上面叙叙下面叙叙都有 这里20大排行榜来看 总共是涨了26点 今天唯独这个F4 这个后来这个台积电 有尾盘有单子进去 所以变红色的 这一涨26点 但是这边是跌32点 换句话说这个cover过去的话 这些几乎重型股都是向下走跌比较多 那么从这个整体的过程当中 发现今天的下跌加速也比较多 包括OTC都翻黑了 那么我上周五有跟大家讲到过 关键价给大家这个22342 今天开盘价刚好是22341 那么开完之后冲上去是对的 但是你在回测过程当中 后来跌破这个开盘 就向下沉沦 那么那天我讲过 这个大盘的规格 那天叫一个倒梯子红 倒梯子不管是红的或是黑的 在这边代表就是上档的压力比较大 就是拉上去就有人卖下来 所以要形成这样一个线 那么今天也是开上去 结果又灌下来 所以今天本来是红的 后来变成黑的 那么在上个礼拜我讲过 这个倒梯子红 整体来看 20大盘价盘涨不多 但是其他的一些中小型股票 这样的共襄胜举 所以涨了66点 在这个规格当中 我为大家注记 目前这个大盘 在这里形成一个横盘 横盘当中有很多都是一个小十字 或者是有肚子的十字 那不管是小十字 有肚子的十字 但是这里代表就是 在目前这个规格当中 上面跟下面切过来 刚好是这个 这个大概是两个礼拜都是横盘 那今天到底是怎样呢 等会告诉大家 上周五我说这个是区间横盘 给各位这个关键价 由于呢这个大盘整个是日K四连红 但是强弱不明 我想呢这个大盘呢 能够解这么清楚也只有我 为什么 因为大盘必须知道它的来龙去脉 我们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 从大盘去研判 今天涨跟今天跌 到底跌什么涨什么 那么这时候我要先插播一下 这句话注意 明天开始从今天就要注意了 从本月份就要注意了 苹果还有细光纸 这个地方这两大主轴呢 大家要多多留意了 不管你站什么角度 这两大主轴都会突如其来的猛爆 那么稍后我跟大家讲为什么 那么现在回到这个大盘呢 日K四红之后强弱不明 因为呢有的股票跌 有的股票涨 那么在这里边呢形成多空对峙 但是呢还是在这规格当中 那我有讲到礼拜五的时候上周呢 是本周最大的量 但是冲高的过程呢就见卖压 你看我解得很清楚 没有因为红K告诉我大盘要大涨 结果今天有没有 直接这样动又下来 那我说呢今天开高跟开低 那很简单哦 开高要占上关键价 有今天早上有站上 后来反杀 那你就没有守住嘛 站上没守住 一样就反杀 有没有我讲得很清楚在这里 结果没有守住 砰下来 那后来来走低盘的路 那低盘的路很简单哦 它必须守礼拜五的低点 但是又没有 那行程追杀 你看这个 我解的盘已经静置了 这个很多人说 我要化线给大盘走 我说不管是化线给大盘走 或怎样 但是我客观告诉你 这个规格就是要怎样 你不守就懂下来 就后来直接杀到黑色的 那尾盘这边刚好呢 有部分像台积电那些股票啊 做一些座架才拉上去的 好 稍后做解释 那么今天这个规格 既然出来叫一个大阴线 上下续续都有 怎么解读呢 以规格来看哦 今天它还是在这里 形成横盘 那么横盘它有穿越过去 那天的一个高点 但是每一手砰下来 又跌破那天的低点 所以目前以规格来看 还是给大家量到这个上图跟下破点 目前还是一个区间横盘 关键价注意了 明天给各位2310 那么今天量级说 这个很多人说是过年以后的一个新低量 哇 这么少呢 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 今天晚上美国 插播一下今天晚上美国是修饰的 台股各位要留意 今天这个量很少 很少要怎么解读呢 今天量级说开高走低 人就在区间横盘当中 但是还是这句话客观的话 强弱不明 以区间上下原论强弱 突破这边为转强 跌破这边为转弱 到时候呢出现什么状况 我盘中都会插播的 所以赶快把我Terra管加入 或者是我的LINE 赶快加入 那么明天注意的 开高跟开低的走势 明天开高 需站上关键价22310 否则必反杀 否则会类似像今天这样 站不上嘣就下来 一定要注意 那明天开低很简单 虚守今天的低点 因为下面有虚虚 那守住一切OK 不守很容易撤哪里 撤这个礼拜四的低点 所以我每一个 蛛丝马迹细节跟各位讲 当然你知道这个大盘的走势之后 那大家要注意的是 大盘的指数要不要动 跟谁有关 跟这个护国神山 护国神山台积电 我刚才就是要讲 它尾盘拉了4块钱 然后这边是2496 因为现在量很少 所以拉4块钱拉这样就上去了 所以你看 这个陈也这种台积电 败也台积电 那这个台积电 既然拉4块能够涨这么多 那我们来看看最近它在做什么 我记得在8月5号那一天 全市场大家最恐慌那一天 台积电打到813 那813我讲过一个概念 高档爆量请你赶快溜 低档爆量请你赶快注意 问题来了 最近有一些的股票高档爆量 那么高档爆量你要注意 不管是收黑或收实质的 你要注意它的力道 我稍后也会解读 好我现在先插播一下 例如像这种股票 下一集会跟你讲 越来越这种线 那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 那我稍后解释 这个可以当做一个教学 因为很多人最近在黏到里面 有的股票追是对的 有的股票是刚好阻力给你的 那下一集跟你讲 那台积电这个样子 然后在涨到这边 我有跟大家讲 这边是一个压力区 就从这边涨到这边压力区 果不其然这边倒退流 那问题来了 到了礼拜五两个十字 那今天礼拜一呢 又是十字 这里要拉近 为什么 因为这十字太小了 所以这样比较清楚 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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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代表什么多空对峙 不想大买也不想大卖 所以处在这里 所以各位留意了 直接往下拉 这个台积电什么时候没看到 这个量这么小 这全部大家都量小 所以你观望我观望 所以这个连续多星会怎么样呢 一样跟大家注解 不动就不动 一动必定很惊人 连续多星也是一个准备要变盘的做法 那到底要变上变下 就如同我跟大家讲的大盘 你要上涂还是下破 那这时候权重股就很大的一个注意 不管你要助长或助跌 权重股就有这个效应了 那讲到权重股呢 我要跟各位讲这一档 这档叫做红海 红海跟权重股有很大的关联 这个因为它F4里面的 今年跌一块半 上周是184.5 那今天收183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各位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红海目前从8月5号 一直到8月6号 这边见低点之后呢 开始是往上面走的 那么见低点往上面走呢 当时我有讲过高档爆量 或是高档出现这怪怪记号 先溜再说 低档爆量不要再杀 也不要放空 你眼睛睁大一点 果不其然呢 这个红海 哇有见低点 有没有 30万张 大家有没有把这个口诀记下来 到现在都适用 高档爆量会出现怪线的时候 先溜 我都有做到 低档爆量 请你先眼睛睁大一点 你进去买 你反而防守点都很好设的 但是你做错边差很多 很多人呢 这个红海追到楼上 然后杀到楼下 那我是卖到楼上 然后底下开始接 那到了19号呢 各位发现 这一段上来的时候 我这么卖了一半 那我请各位来预约 卖一半之后呢 要预约要怎么做 就到23号时候呢 来到这个样子 175这边 我请大家来检查 反托走涨 30号呢跟大家讲 这个F4里面最有爆发力的一档 你要买呢 这个档当什么基本配备 所以我今天再跟大家讲 今天虽然这根线是黑的 但是它处于这两只 红K的上面 在这边 而且呢 它现在两只黑K 它是持续的亮缩 所以这种股票呢 一旦补量呢 它的底打得非常好 一旦补量往上面攻坚机会大 所以F4里面呢 我直接注记哦 最有爆发力的一档 就是红海 基本配备 这张股票一旦 一旦补量 上攻机会非常的大 那我直接讲 一旦补量必上攻 所以这张股票欢迎大家呢 来预约关键买卖点 因为有时候在 在短波段当中 会做一个价差 所以呢这时候 请各位再看一下 不管在什么角度 这个东西不能骗人 iPhone 16买气旺 备货拉高 没有一个生意人呢 莫名其妙去备货拉高 那这个谁在弄的 红海 这个我上礼拜讲过 回答的AI晶片 大家注意的 夏季出货 不要一直在那边 哦 是是非非恩恩怨怨 等你看到news 人家都已经买完卖完了 所以来不及 听我的是最比较稳当的 所以呢不管在什么角度 这些股票你要留意一下 当然今天呢 这档股票 来来来 收钱了 小胖卡开出来 我是一大早就卖了 我稍后告诉你 为什么我一大早 要先调节一半持股 获利落贷 我现在也做一个预告 这档股票我高档卖掉 调节部分的持股 这档股票有现金的 请你做好准备 明天我有大动作 你一定要做好准备 当然呢在这个股票 一买一卖之间呢 这档股票 我一定要邀请所有的人 就是我标题所写的 这档股票买的它走路都有风 今天8月30对吧 今天是这样 然后呢我把后面这张抽过来 听到这个画面 9月2号 好 然后呢 让你跟大家比对一下 一样对不对 8月30这样 今天9月2号 打在这里 有没有发现一模一样 大盘量说这档股票一直在喷量 那我上个礼拜怎么讲 我说这档股票有特定人士霸占 然后呢今天形成这样 咚咚咚上去了 那这档股票代表什么呢 代表呢特定人士持续霸占当中 因为它是当今的主流体材 所以我希望呢跟着我们都能够安全上车 不要你来参加我买不到 所以呢我还是不公开 但是我直接告诉大家 它的股名叫做很风光 今天呢这个大盘量说 大家说今年的第一量 但是这个股票从没有量滚到有量 符合我跟大家讲的 没有量到有量 凹动到准备推升 那这就是一个商机 所以不管你站到什么角度 这档股票我诚挚邀请大家 那这档股票呢邀请大家 当然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努力 这个方案一定要拿到手 暴力邀请函 辉军北上 现在给大家call me 接网告马上进来 人员头顾和分析师 今年本间K线88种形态 透析阴阳K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地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脾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人员质幅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现在我们来看 到底这档股票 我为什么要收一半的钱 或利落贷 而当我卖完之后 下来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细光子 讨论苹果 讨论AI 但是问题是 大盘指数晃来晃去 你到底要买什么 个股的节奏跟脉动要了解 主义的心态 今天一大早 它这个样子 我就直接发市价单卖一半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是8月30那一天 它是这样冲上去 那你冲上去这样一个 力道很强劲的时候 今天反而开这样 在这边停 三分钟之内这个样子 所以我立马发市价单卖一半 那本间K线的操作呢 有它一定的逻辑 像这种呢 它可以强可以弱的当中 我会先选择买一半 后面进可供退个手 后来这档股票形成这个状况 但是买对点位 一样数钞票 请看 监收102 我们全部都是100块以下买的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会员对我没有意义 不管是你90几买的 到现在都还数钞票 我今天只是调节一半 这是我调节这张股票的原因 跟大家讲 那那天呢 礼拜五的时候是这样 涨6.2 然后这个8月29是988 8月28全力扫货 这天不要忘了 从95块多涨上来的 有没有 这天全力扫货 就算你买到收盘价也OK 96 98 105 今天冲一个高点107 对喔 对喔 好 所以你看买对股票 就算这个后面没涨那么多 你还是要赚钱 但是我不是因为这个 再赚不赚的问题 是因为今天这样我卖了一半 所以我卖到高点 那卖到高点会员开心了 那另外一半明天怎么做呢 想想这一天 每个人都不看好 但是我全力扫货 这一天我发现这样的一个图形 我说没货快补准备爆喷 那这个股票这个样子 对不对 大脚进来了 我说看什么方式过101 而后就在这边储来储去 那天差五毛没有到101 是100.5 那我也跟各位说 这种股票赶快补了 结果后来8月30 哇直接喷出去了106 那这个德信可以发现 这个量价齐阳 各位要注意 量价齐阳 才是结构健康的 当你底下打底完整之后 量价齐阳直接喷出 那后面就有看头 可是你弄得很虚 就是很虚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这张股票量价齐阳之后 来到106 那看到这样子 日K四红 我也跟各位讲到过 这是细光子概念股 占上百元纪录部 才刚开始要来预约买点 那今天呢问题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这样 哇你就这样在那边探头了 没了 那今天是整个市场 然后气氛也没那么好 那我不管先卖一半的 那你来预约 你就不会麻麻糟糟糟去追高 所以你不会来预约 你就直接追高 结果今天发现它是量数 那我调一半是对的 因为它量也没很大 但是它不强 那我必须调一半 那各位去算一下 这95到107 12块那我调一半 端端几天而已 对不对 那现在请所有人注意了 这档细光子 到底明天我要买回 还是全数卖出 因为今天它只是短暂的卖压重 我必须这么做 那明天就不一定 因为近期的行情 一天涨这个一天涨那个 有的股票没有办法连续 所以我也跑得很快 那跑得很快要有技巧 不是今天乱跑 赚一块就跑掉 赚不到没有用 你手续被扣掉就没有了 一定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 所以有兴趣的 请你赶快call me 因为这种股票 我你们看到的都是盘后 但是我的动作已经做了 那重点是 有钱的请你来预约 有资兰股票也要预约 明天我到底要买 还是要卖 哦 这里很重要了 因为这边有花一个箭头 因为今天为什么 因为来到这边的压力带 所以也些许的这种这种卖压 所以我也预凡这边的 所以我今天去卖一半 那明天另外一半呢 注意了 到底我要买 还是要卖 因为我现在两边都赚了 所以这种你要佩服我 当然除了这个股票之外 如果没有跟上的 其实我们不喜欢 人家去帮别人抬轿 因为你去帮人家抬轿没有用 主力已经买好了 你去帮他抬轿做什么 那他随时要卖 他就已经赢了 所以你这样没有用 所以你要照我的方式 没有买到钱顶的 这张股票参考一下 这我礼拜五特别讲了 那大脚来 你大脚为什么不去你家要来我家 我多次已经糟糕 我这样讲话比较含蓄 大脚为什么不去你家要来我家 这一模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那今天既然这样大盘是量缩 它既然滚量 而且这张股票 这张股票量够各位买的 很风光 持续滚量 日K三红 那欢迎各位做教署草品 做股票一定是 你在要先知先觉 我讲过 不能先知先觉 你要后知后觉 那你不能连后知后觉 都没有变成不知不觉 那你现在搭轿 算是后知后觉都来得及 但是你不知不觉 只能到最后去帮人家抬轿 这样了解吗 那为什么要跟各位讲这个 因为你去看这档股票 我再搬出来讲一下 这张股票各位去想一下 你的秘密跟我有什么不一样 黑了 黑了 有什么关系 这个高档爆量先溜再说 我翻这个给各位看 这天我有没有卖 有 有卖 可是大家不知不觉后知后觉 我说如果跌破149.5要小心 今天刚刚好 就给你到149.5 这档股票今天最低点149.5 所以你要说我准不准 我也不知道 但是请各位看一下 你听我问各位 你最高还好吗 8月28号我有讲 我有大动作 我有大动作 可是你们就后知后觉 当时8月22号 我邀请各位来买这一档 一样现在邀请你买另外一档 因为这档我已经做完了 后来我有公开 就叫真要 这天这个什么线 我有大动作 我还通知你 两只老虎来了 对不对 那事到如今呢 你们才发现 原来这天是高点 我有大动作 原来这天是高点 那高点完之后呢 我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 我说你要问我 今天刚好149.5 然后这天呢 高点已经卖了 那这边149.5 明天要注意了 这档股票 149.5很重要 不要再破 再破会怎么样 这里会有盘头的做法 尤其我讲过高档爆量 这是一个技术教学 所以你以期去追这个股票 为什么不来买这个股票 为什么不买这个 低档打底 今天大盘量说 它在冲了 这还刚刚开始而已 所以我邀请大家 买这一档 很风光 买了这档呢 你走路都会有风的 对吧 那讲到这个呢 当然这档 我要拉出来讲 这档 我已经全速获利落袋 礼拜五的时候 今天收盘呢 各位发现 礼拜五跟各位讲到 波锋十字 我全速获利落袋 这边到这边这样够了 够了 对不对 第二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档 要你就来 然后呢 今天再出这个 不要忘了 高档为什么一直十字 然后这边量人的变化 那你要去买这个 停在这里 还是要买这个 各位去参考一下 这低档爆量 还是要去买高档爆量 那你自己参考好不好 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去帮别人抬轿 因为你买到低档 准备要反转 你会比较安心 你去追它什么时候反 你胖下来就没了 那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讲的话都比较良心的建议 包括像这个 这个请各位做好准备 这个是细光子 就是鸿海集团的讯星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今天有的股票开始在换手 那今天有的细光子下跌 对不对 有的苹果下跌 但是明天会不会涨才是重点 这那天滚量1.2万张 那我告诉你什么事情 我想停在这边我自己翻 大黑十字波段高 调节加码单获利落带 你看我都会赚 这样子调节 结果今天下来 所以我很安心 所以你们动作跟我不一样 你看他今天会说 老师你不准 怎么不准 我那天调节 所以我加码单卖光了 下来 所以很好 所以那天我讲过 调节加码单 对不对 全部卖掉了 加码单全部卖掉 所以今天掉下来 刚刚好 我才有新的机会可以买 所以你看 一样下跌 你害怕 我要等买点 大阴线走回撤的路线 估计明后天我要买回 那欢迎大家同步预约 所以我今天做技术教学 一样下跌 你害怕我开心 因为我上礼拜卖掉 对不对 所以你要听我的 因为你要听赢家的 你才会赢 那请各位切记 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呢 注意了 我直接再讲一遍 要买就赶快买 左右对称 左右对称收获区 凹洞 一样是凹洞 滚量 必爆盆 当今主流最有迎面的一档 你要去追其他股票 还是要买这个 你自己参考 但是我提醒所有的人 大盘 两个规格 多空不明的时候 请你以个股摆中间 然后这档呢 大致的 请你一定要当基本配备 不管你现在站在什么角度 我一样提醒所有的人 买了这档你会很风光 你要让你很风光 你就来参考这个 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能够跟我一起呢 在股市里面 暴力邀请168 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